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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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關注我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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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師又想喝了 我才真的心愛 全都感動 感脆感光 我的老師又想喝了 我也知道 我們都捨不得閉嘴 問題是這已經是事實 誰也改變不了了 好可憐 對不起 因為我的問題 還讓我教你去找你 害你這麼痛苦 這麼難過 我 我真的覺得 我是一個很糟糕的男朋友 我才是很糟糕的女朋友 不能陪在你身邊 也不能陪你出國 金小帥 答應我 要是以後不在你身邊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阿妹 我這輩子最看不起的人 就是讓女朋友固有女人 所以我決定 不管我的家人 又用什麼方式逼我出國 我都不會妥協 我要留在這裡 跟你行天大學 不出國 這樣可以嗎 你爸媽不會答應吧 他們不答應也不能怎麼樣 反正我已經滿十八歲了 他們不給我支援 我就自己出去打工賺錢 我這麼聰明 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工作 我一定要證明 就算沒有他們 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好好過生活 可是你是要好好上大學的 去打工可以嗎 打工也沒什麼 現在也有很多人在半工半讀 我就把它當作 提早進入社會 給自己一些人生體悟 這對我來說也不是壞事 但是你從小的家境就這麼好 你要是出去打工會吃苦 只要可以跟妳在一起 吃點苦那有什麼關係 如果要讓我過好日子 然後不能跟妳在一起 那我才不要 阿美 我們兩個一定要牽好彼此的雙手 不能動搖 又不能放開 記得嗎 我會跟你一起努力的 我會跟你一起努力的 我不想要再想著跟你分開的事情 自己躲在家裡哭了 沒事 乖 我答應 為了我們的未來 我一定會好好加油的 今天家長會長來學校找妳開會 就是聊畢業典禮的事情 是啊 主要是說明 畢業典禮的時候 他們能給予什麼樣的協助 家長會長的兒子 今年也要畢業了 所以他真的很用心 想要給畢業生一個驚喜 對啊 小歲還有媽媽真的對他很好 所以有時候會用話可說 那個 副部長 賀老師 我想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畢業典禮當天這個 各個畢業班的動線跟管制 不曉得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還是意見 動線跟管制 對 這不是你要跟曹教官討論的內容嗎 你是不是長錯人了 沒有 因為你是畢業班的班導 所以我想問問看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沒關係 如果說你沒有看法 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就自己來處理也可以 小事 這個小事 好 曹教官 你有沒有覺得肚子長很奇怪 他是不是在躲你 你也有這種感覺嗎 我也覺得他好像刻意在疏遠我 是不是你又罵他 還是他跟你告白被你拒絕 現在很尷尬 我沒有罵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突然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 你要不要去問清楚 看看他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好 杜總長 嗨 齊老師 你應該是來找曹教官吧 你真的很行 很有恨心 很棒 不過我說真的 你這樣每天往這邊跑也不是辦法 這樣太辛苦了 你可以換個方式 你可以跟曹教官約個會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放學沒事的話 你可以帶曹教官去看個電影 吃個飯 要常約會 常約會才可以增進你皮質的情感 杜總長 你不是真的希望 我約曹教官去看電影吧 我當然希望不然呢 曹教官 齊老師真的是一個不錯的人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沒事的話 就不要拒絕他的好意 趕快去看個電影 好 我還有事 我要去找熊主任 你們慢慢聊 然後 祝你們晚上更天愉快了 加油 齊老師 這杜組長不是對你最有敵意的嗎 他現在居然要你約曹教官去看電影 他今天會不會太 太反常 太 我不知道 我也覺得他好奇怪 他昨天晚上突然約我出去 說要我好好照顧曹教官 還說什麼要把曹教官的幸福都交給我 我想他的意思應該就是 他放棄追求曹教官 他放棄追求曹教官 星星姐 我口有點渴 那我去買個吃好不好 好 走吧 好 美姿 陳龍飛跟周星姐是怎麼了 怎麼感覺互動怪怪的 因為昨天龍飛拒絕了星姐的告白 拒絕告白 你怎麼會知道啊 你小心一點啦 就是昨天龍飛跑來跟我說的 但我想他應該不想要這件事情 讓大家知道 你就不要再跟別人講了 所以他去找周星姐之後 又去找你 該不是去找你告白吧 怎麼可能啦 他就只在跟我講這件事情而已啊 就這樣 他也太奇怪了吧 都特地去找你還什麼都不說 到底在幹嘛啊 就是要斷掉我所有的資源啊 所以我現在要出去打工 我要證明給他們看 就算沒有他們 我一個人也可以好好做事 親小帥 我覺得啦 你有這種想法是不錯的 可是你知道打工很辛苦嗎 所以我勸你我還是 在家裡當自己的大少爺就好了 我當然知道很辛苦 但是沒試過怎麼知道怎麼辛苦 我跟你們說 我們身為男人 可以為了自己心愛的女人吃點苦 那要算什麼對不對 對 親小帥 湊著你這句話 為了女人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做兄弟的 停 好啦 親小帥 我也停 因為之前我為了幫晚君買禮物 我也是熬了好幾個大野白 所以我懂你的心情 雖然打工很累 但至少可以提前見見識面 對未來也是有幫助的 我們也不可能一輩子都在家裡 家長的幫助下成長 我也支持你 很好 果然都是我好兄弟 都支持我 但是我要問一下 因為我沒有打過工 所以有什麼地方可以打工 或者是打工的注意事項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就是千萬不要再撞九場打架 你們四個在這邊聊一聊 這種事情問白招就對了 什麼事 我是真的改過事情 我沒有做任何壞事 你們大家不要誤賴我 白招力 你不要那麼緊張 我是想要問你 你能不能有什麼打工的機會 可以介紹給金小帥 小帥 你這樣幹嘛 你爸生意失敗還家裡破產 不要詛咒我 我說我咒死你 你笨人 不是 事情如果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你可是還是金湯匙出身的金小帥 你為什麼要打工的 我 我就想體驗人生 不要囉嗦 到底有什麼機會 講一下 打工的機會 我倒是有一個 就是我現在打工的高級餐廳 對 以前我跟金小帥也跟他們一樣 一起念書一起努力 現在去 賀一美 你在幹嘛 金小帥為了跟你在一起 都跑去打工了 你一定不可以讓他失望 你要努力 努力 再努力 我到了 你應該沒遲到吧 沒有 好 走吧 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講一下 今天的考驗內容 讓我有個心理準備 你不要擔心 我仔細想了一下 昨天的考驗好像真的有點太辛苦了 所以今天來一點 輕鬆一點 所以今天沒有考驗 你不要在那邊囉嗦 直一東 直一線 如果你那麼怕的話 那就回家 沒有啦 只要能夠和你在一起 再多的考驗我都不怕 那我們走吧 不是說不考驗了嗎 我哪有這樣子說 我明明就是跟你講 看你辛苦了 想要帶你來放鬆一下 你自己沒有聽懂提示的 這哪裡放鬆啊 你昨天在賣場裡跑來跑去的 腳很痠啊 來做腳底按摩最適合了 而且這裡做完之後 還有滷肉飯跟雞湯可以吃 是不是啊 師傅 你做家事的考驗我可以知道啊 但這什麼鬼考驗啊 這很重要耶 我們全家最喜歡腳底按摩了 如果我以後男朋友不喜歡的話 我會很困擾耶 所以我未來挑選男朋友條件之一 就是這個 可是你看起來沒有很喜歡耶 算了 不然你不要接受這個考驗啊 反正我們注定沒有緣分 興趣也沒有講解 誰說我不喜歡了 可是你叫得很慘耶 表情看起來也很痛苦啊 看起來沒有很喜歡啊 我很開心 我叫得越大聲表示我越開心 只要是你喜歡的 我都喜歡 真的嗎 原來我們有共同的興趣喔 那這樣你那麼喜歡的話 那就幫你再多加一捷 我請客 麻煩你了 師傅 等一下 白書憶 你這是廣告不實 什麼輕鬆的工作 你看這碗盤 換一輩子都洗不完一樣 金小戰 我告訴你 這裡跟很多工作相比 已經是很輕鬆的工作了好不好 你自己想看看 你不用在大太陽底下發傳單 你也不用頂著38度的高溫 穿著布偶裝吸引客人 是不是輕鬆很多了 而且現在是夏天 等你到了冬天 你就知道什麼叫洗碗很痛苦 我跟你講 賺錢本來就不容易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更何況我們現在還只是高中生 有打工機會你就要偷笑了 辛苦我了 辛苦你了 可是我看你家境那麼好 你根本就不需要打工 也沒有必要吃這些苦 我看你算了啦 還是放棄好了 幹嘛 看不起我 你吃也要苦 我吃不了苦 就像你講的 不愧這幾個碗盤而已 又沒什麼 打... 打... 你是怎樣 邊洗碗還有那個心工夫 可以唱歌啊 那是一定要的啊 我跟你講啊 在我眼裡呢 這些已經不叫碗盤了 而是一張一張的鈔票啊 你看 上面有幾個小朋友數給我看 六個啊 所以呢 這邊就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你只要想著啊 洗一個 我就是賺一張 這樣心情不是好很多了嗎 輕鬆多了 能這樣苦中做的其實也不錯 但是 你吃我忘了 這哪裡有小朋友 不然怎麼辦 笑也是一天 哭也是一天啊 我們該做的工作還是要做啊 吃苦當吃不龍 我跟你講啊 環境是不會變的 但是我們心境是可以變的 你知道嗎 這可是我多年工作來的心得 我只送給你 那是因為你之前很常捧場我 送你 好不好 我 我跟妳同班三年多 第一次覺得妳這麼有智慧 來 謝了 三八 客氣什麼 媽 妳今天是比較晚 今天客人比較多 比較晚打烊 我不是說過了 妳忙就不要送東西過來了 講不聽 再忙也要看看我的寶貝兒子 媽媽一天不見妳 會想妳 好 來 月亮 來 來 麥媽媽 董事長 妳要來幫我麥克強 送宵夜 杜主長 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準備你的 不用 真的不用 麥媽媽妳這太客氣了 其實妳幫我準備我才不好意思 我偶爾喝一喝就好了 兒子 那個 補湯拿回宿舍喝好了 快直烤了 不要浪費時間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拜拜 拜拜 送完 真幸福 杜主長 杜主長 上次那個婚禮的事情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是要約曹教官去 我還那個浩浩坐下 浩浩坐下 浩浩坐 你是說對浩入座對不對 對 杜主長 你真的好聰明 聽得懂我中文的 大概只有阿嬤給你了 真的 條件這麼好的男人 喜歡像曹教官那樣 年輕又漂亮的女生是應該的 喜歡有什麼用 喜歡也就這樣而已 對 我現在跟他就是同事關係 我 我不追求他了 你的意思是說你放棄了 太好啦 我的意思是說 兩個人如果可以在一起 那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那個放手是好的 你做得很好 杜主長 我跟你說 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法 就是出去大吃大喝 我帶你去吃個宵夜 回來以後就保證 你那個心情很好 麥芳芳 妳說現在 對 可是現在都幾點了 現在吃對健康不好 麥芳芳 妳來了 曹教官 妳說得對 吃一吃說不定心情會變好 那我們就去吃個宵夜好了 好 那我知道附近有一間很讚的 我帶路 好 曹教官 幫幫幫幫 杜主長 媽媽 來 你們要出去啊 對 我帶你們杜主長去吃個宵夜 對 我今天吃吃宵夜馬上就回來 不要亂跑 我待會兒懲床 好 拜拜 待會兒 早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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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哥 杜主長跟麥芳芳 是不是要去約會了 你約什麼會啊 他們只是去談事情了 走了 睡覺 對 不要亂講話 你不去 早就亂玩 也太撐了吧 你們回來了 對不起 我已經把我媽送的消息 我們吃完了 你們太晚回來了 好險 拜託 我怎麼可能 貪圖你媽送給宵夜 告訴你 這個宵夜的兒子 拿完宵夜之後 你就沒送你媽出去 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有遇到我媽 有啊 我們剛剛家庭看到 你媽跟肚長說 要去吃宵夜 吃宵夜 對 怎麼可能啊 包廢 不要亂說了 真的 我一個有聽到 重點是你媽親口說的 對不對 是這樣沒錯啦 不過我覺得你媽 應該是要出去 談你的事情吧 輝哥 你就不用這樣講好不好 你都沒看到嗎 麥媽媽對肚長笑得 猶豫亂戰的樣子 是花枝亂戰 是這樣嗎 是形容一個女生笑得很開心 然後她很漂亮 這不是重點啦 媽媽你看 連輝哥都看到 你媽要跟肚長出去的時候 還很開心的樣子 所以我之前 我是不是有跟你說 你媽對肚長有點意識 你看 這樣你信了吧 那我是不是也說過 叫你不要亂說話 不是啊 我說的是事實耶 而且我不懂耶 你媽跟肚長是哪裡不好了 你為什麼總是要阻斷 你媽跟肚長的幸福 叫你不要說你來說 我是有… 我嗡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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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嗡嗡嗡嗡 我嗡嗡嗡嗡 一氣 應該沒有開動 該追 該何惡 我嗡嗡 我嗡嗡嗡 Bend bench